总统大选后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声音两天 再次现身黑鹰殉职将领攻击现场 与殉职军官家属制议后 吴敦毅离开会场一路驱车前往 位在台博大楼的办公室 全程都低调再低调 办公室同仁挡在第一线 谢绝媒体采访 就怕吴敦毅被堵到 甚至将敞开的大门关起来 登页关案态度躲躲闪闪 如果说你在选后 处理的态度偷偷拉拉 然后也不太愿意跟外界 说明一下你的想法 还有未来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的形象伤害 其实还蛮重的 已经表态要做请示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未来 还是要关注的是如何 将我们整个党能够培育出 更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青春派要吴主席面对2020惨败 更该展现魄力立刻辞职 毕竟败选当晚提出的 总词声明一气 全党众怒 你讲什么鬼话 我讲这是我看过 历史上最不要脸的声明 以前马英九选败了 当场就走了 收上东西收拾久了 朱立伦选败立刻就走了 对 而且这次郝龙斌已经坚持了 他就看出吴敦毅一定会这样 知识栏代表赵少康也怒了 不留情开炮吴敦毅恋战 更要世袭中常委都退位 因为中常会里面 有不少人是吴敦毅的好朋友 国民党这个中常会 真的也可以废了 我也学国民党中常会 怎么产生的换票 换票怎么换票 你这什么个中常会 这是尤其挟着 一二四的盛选的余威 应该选很好的选成这样子 你还觉得 沾沾自家洋洋得意 得意什么东西 来一上下 集体焦虑正英传出 周三中常会上 吴敦毅人马还有意运作 不选事宜 让会议事必 暗潮汹涌 而若周三确定总辞 国民党预计在一月十七 就要办理补选公告 并在三月七号 投票改选 产生新任国民党主席 党内期盼一切 重速处理 让蓝营尽早 重新出发 记得曾伟祥 陈彦宣网南有一台报道